英國廣播公司國際台 委託民調公司進行了一項全球民意調查顯示 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印象轉差 降到了8年來的最低點 評論認為主要原因是隨著網路熱議發達 和中國民眾的意識覺醒 在中共體制下 越來越多的醜聞在國際社會曝光 其中包括了鎮壓信仰、人權、限制言論、媒體自由 暴力維穩、環境污染 以及中共內部大量的官員貪腐和外逃等等監獄問題 據BBC報導 全球民意調查顯示 與2012年比 對中國持正面看法的受訪者比例為42% 下滑8% 持負面看法的比例為39% 上升8% 這是BBC國際台2005年展開這項民調以來 對中國持負面看法比例最高的一年 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 隨著中國經濟增長的放緩 以前靠GDP的快速增長而掩蓋的許許多多中共的體制的問題 和體制裡面一些很醜陋的現象 越來越多的曝光在國際社會 受BBC國際台委託總部設在加拿大的民調公司Global Scan 從去年12月到今年4月 對全球26,299人進行詢問 讓他們對25個國家影響力進行正面和負面的評估 而8%的負面增幅使中國和印度 共同成為民調負面看法增幅最高的兩個國家 民調報告說 被訪的25個國家中 只有巴西、巴基斯坦、尼日利亞、肯亞等國家 對中國持正面看法 有13個國家的人民對中國持負面看法 包括法國、美國、德國等多個西方主流國家 這些國家中多達67%的受訪者 對中國持負面觀點 而澳大利亞對中國的印象更是出現了大逆轉 從原本持正面觀點的人數 一半轉變為持負面觀點 世界主流社會對中國的印象 普遍的大幅度的下降 從整體上對中共這個政府本身 他們完全是從原來抱著希望 到完全不看好的地步 他對人權的迫害不僅沒有改善 還進一步地惡化 面積在不斷地擴大 從原來對法輪功群體迫害 到網民再到維權的律師 中共政府在違背他自己的法律和憲法 有評論認為 因為大陸民眾的言論受到嚴重控制 加上中共對貪官惡勢力的袒護 使得百姓有冤無處訴 越來越多受迫害的民眾 不得不求助於國際社會和海外媒體 反而使得中共大量醜聞在國際社會曝光 從強裁到計劃生育 尤其是法輪功學員在國際社會曝光的復刑 而且是國災器官這個問題 這是人類不能容忍的罪惡 這個問題已經越來越被主流社會所認識到 的確是一個真實存在的問題 獨立評論員邢天行還指出 近期中共新班子上台後 在政治體制上有所變化 但仍然堅持中共原來的一黨專政 尤其對主流社會追求的普世價值 明顯持反對態度 這些都使國際社會對中共政權徹底失望 新唐的電視朱志善採訪報導